這個攝影師就是我們這一集 如果運進運不好就是他 五間屋的意思就是因為它就是五間房子 歡迎收看H7 走上山頂 在這次泰魯閣國家公園的沙卡當步道 我們現在在小追路的東通口 GO 探險戰道 這邊這個路呢 路窄一搖晃 就是很可怕的意思 左邊這個呢 它是建議路線平坦 那我們今天來呢 當然要選擇平坦的路走 哈哈哈哈 小小的吊橋應該不會晃吧 走吧 會有一點點晃動 這是什麼 喔 我知道了啦 那我們應該是要走那個 沒關係我們先走過去 我們等一下再走過來這個 我們應該要走那個危險易晃 往下看腳蠻癢的 腳是真的蠻癢的 這邊拍照應該蠻好看的齁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我看到的角度怎麼樣 我看到的角度 來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看出去的畫面 欸這個攝影師 就是我們這一集 如果運進運不好就是他 哈哈哈哈 哇 這就是小追路不到其中一個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有兩邊有橋 如果你會怕的人 就是走那一邊 如果你不會怕你就是走這一邊 啊我們是怎麼樣呢 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 我們現在走上來了 我們這個沙卡丹步道的這個大橋上面 在我身後就是沙卡丹隧道 那右手邊這邊下去呢 就是沙卡丹步道 左邊這邊下去呢 就是小追路 古道 沙卡丹的入口是右邊 橋上有很多這種石獅子 可是這石獅子的長相都不一樣 你有發現 每一隻 每一隻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來這邊 稍微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入口 0 走到有一個5間屋 1.5K 步道的終點是3間屋 4.1K 所以總常來回大概5K 走了 出發 GO 上了 3 中間屋 1 中間屋 1 1 1 2 1 1 2 2 3 1 2 2 8 1 1 我們走了快一個小時 然後現在已經前面看得到 剛才告示牌上面寫了 五間屋 五間屋的意思就是 因為它就是五間房子 那這五間房子 是為什麼會在這邊你知道嗎 據說就是他們是家族企業 這五間的老闆是親戚 他們必須要閒關系才可以一節經營 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五間屋賣什麼 走 總之這五間屋呢 就是 沙嘎堂步道中間這一段的一個休息區 然後就會讓你吃吃香腸啊 買買紀念品這樣子 但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我們就不做逗留 好啦繼續前進 前面有三間屋 我想應該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啦走 好 我們大概又走了30分鐘吧 大概半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沙卡東步道的終點 叫做三間屋 然後這邊會看得到有遊客請勿進入的標示 還有這個三間屋的一個簡單說明 那簡單來說這裡就是沙卡東步道的終點站 然後你必須要在這邊原路的折返 然後沙卡東步道的終點 來這邊你看了嗎 就會表示4.1公里沙卡東步道的終點 三間屋原路折返 上面應該是會有房子 但是它就是不讓我們進去 那我們就沿途折返 現在時間12點大概50分 預計應該1點多會走到吧 2點前 我們要進行下個行程 GO 對了補充說明一下 我發現啊 我們剛剛從五間屋那邊 開始要走到三間屋這一段呢 其實就已經沒有什麼遊客了 如果真的需要 就是像我就是比較喜歡人少一點 這樣走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 上面這一段 走得蠻棒的 我們就要走到三間屋上